嗨,哈囉,兩位好 嗨,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好,我們來聊你們這對烘焙姐妹花的烘焙故事 你們一開始先把你們兩個認識的過程先介紹一下 因為 雨萱的姐姐 邀約小君,然後跟我們到朋友家 然後相聚,吃個飯 不是打麻將 所以就認識了 台北還是新竹 台北 然後小君其實也蠻大膽的 因為某一次邀約他 說要不要跟我去旅行 結果他就答應了 但是我們都不太熟 然後他就跟著我們去三天兩夜吧 你們是誰 我的朋友 然後我的家人 這樣子 然後就一起出去旅遊了 那小君你為什麼會答應 因為人生總要有第一次 因為沒有人約過你 難得有人約就很高興 可是你出門不是要帶很多東西 你有帶你的寵物嗎? 沒有,去小琉球不能帶 去三天兩夜 對 小琉球玩什麼 不是都潛水是不是? 我們沒有潛水 我們就是 像走馬看花那一種 就看當地的風景 然後吃吃喝喝 然後在民宿拍拍照 就很開心這樣子 所以你們沒有做包動民宿? 沒有 小琉球是不是要租摩托車 對,要租摩托車 其實他很小對不對? 走路也可以走 走路的話會很累 而且也會熱死 因為那邊很熱 摩托車是不是一小時就繞一圈了? 差不多吧 但是那其實他們的巷道都蠻複雜的 可能要熟門熟路 才有辦法在當地這樣子 起來起去 所以那一次你們就變好朋友 不是翻臉 就覺得個性不合啊 生活習慣 那一次我們就變成好像相距十幾年的好朋友 小琴講一下你為什麼要去 我啊 你跟家人不尷尬? 不會啊 其實就 我也是第一次這樣出去的 第一次跟朋友啊 這樣出去 也是第一次這樣 在外面住那麼久 所以就想說人生嘛 嘗試看看 然後跟他在Line裡聊 聊天也聊得很開心 對 那你們都是會做甜點烘焙 那你們出門是不是會特別吃這種東西? 會啊 我們會到處去嘗試 就比如說我們想要去試吃某一個甜點 然後吃完之後 然後就會 就互相吐槽那一家的甜點 所以也沒那麼好吃啊 啊我什麼要排隊呢? 吃完就給人家亂下評論這樣 是不是 就覺得也沒這麼好吃啊 然後就覺得我們自己做的應該更好吃才對 所以就會往這方面然後再去精進改良 那總是會吃到很好的吧 嗯也會有吃到很好的 很好的話我們就會把它當成來做學習 小君你也會這樣子啊? 會 可是批評只會講說 嗯好像可以在哪裡可以再改變一點啊 外型啊可以再改變一下 然後把老闆叫出來 厨師叫出來這樣是不是 甜點師叫出來 沒那麼嚴重啊 不過通常外面那種排隊甜點 我是覺得大部分都做的過於甜了 嗯對 要不然就是過於華麗 因為都拍照要很好看對不對 當然對 才會吸引大家一直來 對可是如果說基於我們自己做給家人吃 或者是自己如果說為了要販賣給別人的話 可能也不會做這麼甜 因為比較重在於說健康的部分 健康最重要就是 對沒錯 而且不甜才能夠多吃幾塊嘛 那如果很甜你吃一塊你就受不了 就會膩了 真的我們吃那個外國的什麼法式馬卡龍 喔甜到你會翻白眼真的太甜太甜 那怎麼能夠忍受 就吃進去就會覺得一顆你就受不了 對就會不舒服啊 連自己都不舒服 那自己的消費者怎麼會會吃的開心 那你們兩個有沒有一起去上過什麼課 曾經我就一直邀約他 可是他都一直沒空 他看人啦其實我約他他就跟我去 我們就學了很多 但是他都一直說叫我不要跟果果說 他沒有跟你去 其實就是你 這沒有辦法 因為我顏值吸引他 他就只會回答我說好好好 然後呢沒有一次約成功的 真的是蠻難約的 他白天都好好然後半夜就開始 又變了一個人 晚上常常犯憂鬱 那你晚上會找我們的果果聊嗎 有時候那個他如果沒睡覺的話 睡覺還把他挖起來啊 我就會上線去罵他啊 會罵他在哭什麼啊 憂鬱什麼啊 趕快去睡覺啊 是 對啊會罵他 後來自從遇到我就好很多 這種症狀你就不用擔心 換我罵他了 是 因為情緒要出口 其實做甜點也是個出口對不對 有時候心情不好也可以透過揉麵團 揉麵團 可以啊會啊 對啊其實做出來成品 好吃自己又覺得很開心這樣 很有滿足感這樣子 對 很有滿足感 很有優越感會覺得 其實我也可以 其實我也有這個才能這樣子 小君講一下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會先做什麼 優先做什麼 做什麼甜點嗎 我 我確實喜歡揉麵團 對啊 有沒有心情特別不好 可以做起來讓自己心情變好 有時候會喜歡突然心情不好喜歡做貝果吧 因為我覺得貝果在那邊揉來揉去還蠻好玩的 然後把它塑成一個圓圈圈 貝果的形狀都這麼單調啊 像輪胎 對 可是裡面可以包不同自己想要的餡料 內餡 起司啊 然後巧克力啊 什麼的 想到什麼就亂弄進去 我買現成的貝果幾乎都是加果醬而已 對不對 對 藍莓醬啊 草莓醬啊 你們自己做會比較不一樣 我會喜歡弄一堆起司進去 而且你們做的話 你們的麵粉也可以變化 對 我在有全麥的貝果啊 對對對 可以變很多東西 主要是都大部分插在那個餡料而已 是 其他東西好像都差不多 嗯 哥哥你心情不好 我知道你就打小孩 我不會打小孩 打到現在高中不敢打 小孩你長大了 我都放牛吃草 哈哈哈 那你都做什麼烘焙 我 先講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我做烘焙都是我心情好的時候 啊 沒有一邊哭一邊揉眼 然後眼淚滴下去 沒有愛心烘焙 沒有做烘焙都是心情非常好的時候 然後心血來炒的時候 我就會去動工 不然平常就是呃 因為身體比較疲憊嘛 所以就比較不會去花心思 然後又去買材料去做烘焙 所以當我做烘焙的時候 都是心情很好的時候 然後自己在家裡要穿個廚師服 因為會覺得喔 好像自己廚神上身一樣 那做出來成品就會非常的不一樣 這樣才有儀式感就對了 對 才有動工的感覺 對啊 所以會自己特別去去訂做廚師服這樣 雖然自己不是廚師啦 欸可是你這個揉麵團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你的體型的關係 揉起來比較吃力 我比較少在做揉麵團的這個甜點的部分 對都是呃 以小點為主 比如說塔類啦之類的 所以他搭配攪拌機就可以了 不用動手了 攪拌機就可以了 嗯 所以不需要動手 雖然那個那個攪拌機 他可以做出很好的呃 麵團的一個 一個麵筋的成品 可是我比較少在做這方面 嗯 可能還沒有那個升華到那裡啦 喔 他兩用就對了 對 他已經是算專業級的 兩三萬的一個攪拌機了 嗯 對 所以應該什麼都可以做 嗯 欸你現在小孩高中他還會想 還會吃甜點嗎 會啊 做出來的東西他會覺得很喜歡啊 可是他不會覺得都 老師媽媽做的都不甜 因為你為了他的健康 可是他吃錢就覺得跟外面 我比較會依照他的喜好 然後去做他愛的口感 嗯 對因為他也是蠻挑食的小孩 所以從小就這樣子被你照顧 呃也沒有特別照顧啊 屬於那種比較 比較放他自由的那種教育 就是你的時間都花在你工作上很長 對工作上面比較長一點 早上11點到晚上9點半 都耗在工作上面 精力都耗在工作上面 從來沒有想過要換工作 晚上能夠陪大家吃飯做晚餐給小孩 其實我曾經有做過幼稚園老師 欸 因為以前高中也是幼保科的 喔 對 所以做過這一方面要好幾年 也不是這麼的喜歡 不是這麼喜歡自己本科的啦 那小君你是完全一個人的生活 對 一個人吃飯 一個人做烘焙 一個人自己打針這樣子 對 嗯 沒錯 你會不會羨慕他的生活 會啊 可是各有他的優缺點啊 可是以後他如果小孩不笑說 你就還好我還好我沒有小孩來造孽這樣子 其實小孩是一個過程啊 也是一個過程 是 對啊 都很難說就對了 對 所以你都把感情寄託在你的寵物身上 對 欸他14歲算很老的狗欸 對他算老狗 欸他換算人的年紀是幾歲啊 換算人呢 可能已經六七十歲有了 應該領那個退休金 對 他已經是阿公阿公了 啊你現在會覺得他跑啊會喘嗎 會幹嘛 嗯會他會比較容易累 然後基本上睡覺時間拉長 喔就跟老人家一樣對不對 對對對 白天也睡暗時也睡 會有點痴呆這樣 喔啊反應又很慢 跑起來又很喘 跑起來還好 可是他會有點忘記 可能你吃飽飯他會再來再討一次 嗯啊你吃過了 他忘記會不會叫錯主人 跟錯主人跑 他會對攔造 喔真的就傻傻的 也對攔造 嗯啊你會擔心嗎 他如果離開了你不就很傷心 一定啊因為他從他等於一歲不到一歲就陪著我到現在 嗯 對啊都是一直這樣無論發生任何事情他就是這樣陪著 所以他看過你這一生的波子 對 就是生病啊然後傷心難過還是開心的時候啊還是很好的時候都有都是他看的 那你把狗狗帶回家啊 拎回家啊 對啊你們兩個可以住一起啊 把他拎回家這樣 對啊那麼嬌小就是很適合 反正我家很多空房拎回家住的 那狗狗你有沒有養寵物啊 我沒有我們只有養小鳥而已 你就是職業婦女所以根本沒心事搞這些 我們只有養小鳥可是小鳥也不是我在餵 對啊 小鳥會說話那種嗎 不會 那養來幹嘛 他只會唱歌 我看到很多人流行養鸚鵡喔 那鸚鵡居然厲害到自由飛 自由飛 他會放著讓他自己飛還會飛回來 他是屬於金剛啊那種比較聰明一點 對 好像都有訓練喔 都不怕他 鳥可以 他們有辦法這樣子解開 自己繞一圈又繞回來耶 對對對 因為那種都是比較智商比較高的鳥 我們家那是很笨的鳥 對 只會想要咬人的鳥 什麼鳥 懸鳳鸚鵡啊 所以他很吵 聲音很尖是不是 鸚鵡是不是聲音都很尖 他其實不吵 他的聲音很好聽 因為常常會唱歌 可是唱的也是只有那一兩首歌而已 所以他是小型的鸚鵡 不是那種大鸚鵡 對小隻的 嗯 小隻的可是也很兇這樣子 那你今天晚上回去就給他練飛 放出去看看啊 喔他不敢出來喔 不敢出籠子 喔真的喔 對 你籠子那個門打開 他也不敢出來 關太久了是不是 就他會怕啊 他很膽小啊 是 他怕出出來回不去這樣子 嗯嗯嗯 對 所以那是你們家的小寄託 呃 算是給給我女兒養成一種責任心吧 你們兩個後來還有一起做過什麼事情 除了上次小琉球之外 喔 有一起做過甜點 在小君家然後他教我做甜點 喔 然後我們也都約好說每年的烘焙展一定會去參加 然後是買很多設備嗎 還是要買原物料 也不會買很多設備 就是他陪我去追追追偶像 追偶像啊 然後去買 對買一些自己必需品這樣子 喔 對 小君你喜歡女生打嗎 我也蠻喜歡的啊 所以他如果這個果果去追他的時候拍不到照 你就會把他抱起來 讓他比較容易拍到照 沒有是那個他的自拍感 嗯 我幫忙 對 靠我拍 所以你沒有特別追他的這個課程 沒有欸 我通常是看 他都追女生 女生是誰 其實我剛開始喜歡甜點其實是杜佳穎老師 對 因為都會看到什麼用點心做點心 小時候看了 那個開始 喔 你幼稚園一直看到你現在五十幾歲 對 所以他已經活躍電視圈五十幾年就對了 他 我是不知道他他年紀 他看他會氣死 我不知道他年紀 我就 就是看看看 就開始喜歡 喜歡做這些東西了 然後也是看到那個節目才慢慢慢慢動手 這樣 欸可是你看他們電視拍做起來好像都很簡單 對 對 啊其實不是這樣子對不對 其實我還是有失敗好幾次欸 就跟我們很早很久以前有那個什麼副培煤炒菜啊 嗯 也是這個加這個這個 對 好了 欸可是你做就不是這樣 對 所以火候還是很重要 對 還是有差異啦 啊所以都要多做幾次多練習這樣 喔所以這個你在家的這個修行就是常常滑動態就對 對 看看人家的這個教學影片 對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你的身體好一點 你能夠到職場去做一個正常的工作 你會想要做什麼 我也想要就是做那種甜點咖啡那一類的 就是吧台間甜點就對了 對 現場做 對我喜歡做吧台的東西 嗯跟人家互動 對 嗯這個是你的夢想 對 那我們的果果小姐你什麼時候要離職進入烘焙業 如果我的閨蜜小君她找我一起的話 可能有那種預想 其實我曾經跟姐姐就有這樣子的夢想 一起開一家店 對 吳以軒老師 所以她也是有在為這方面有在做精進努力 就是你的意思是她一直積極在存錢就對了 快要開了 喔其實她也蠻厲害 她蠻會自己招攬客戶 也不是說招攬客戶 那客戶找她吧 嗯 對自己也名聲有打出來 然後相對也她自己也有很努力的在學習這一方面 她比較和愛可親啊 嗯 啊你就冷艷型啊 你看你都不笑對不對 有啊我笑啊 還是在賣場就不同的嘴臉 就會笑嘻嘻 在賣場會笑嘻嘻的啊 一定要笑嘻嘻 客人才跟你買單啊 嗯 對啊 反正你服務業還是有一定的熟悉就對 有一定的手段啊 對啊 一定要想辦法讓她買下來 當然一定要想辦法把她口袋裡面的錢掏出來 就是先買再說先刷再說不行就分期是不是 好像賣場的電子賣場都這樣 就沒錢你可以分期啊 分期麒麟麗麗對不對 對 或是買這個趕快我們現在就送這個買大送小 然後客人不買不行就趕快買 以前有一陣子流行那個折價券 滿千送百有沒有 嗯 然後就買了就送折價券 那折價券呢 下次再來折 通常都是我們那個 大賣場很容易很會玩這個手段 大部分都這樣啊 可是我們客人都是希望你可以直接打折啦 對啊 對 可是你們哪有那麼笨 你一定是用折價券叫他下次再來折 而且限折百分之二十 還是三十對不對 又那個不能一次折到底 嗯 我們通常就是會直接最高的優惠這樣子給他 嗯 對 有的會直接折啦 嗯 為了業績不擇手段 沒有啦 就給客人最好的優惠 讓他趕快下決心 讓他買的開心 不要三心二意就對 對 就直接下決定 然後自己也買的開心 這樣聽起來你們兩個個性很互補 一個是精明的女奸商 哈哈哈哈 一個是憨厚的傻大姐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對我是傻大姐 嗯 傻大姐 人家說傻人有傻福 你相信這句話嗎 欸 老實講不相信了 因為你是受害者是不是 對 傻人真的有傻福嗎 可是我覺得還是必須善良 都沒有曾經遇到一個很好的人 讓你覺得哇傻人真的有傻福 都想不出一生遇到一個這樣子的傻子 沒有呢 他不是嗎 你在講男生還女生 男生 女生 女生很多啊 他是啊 女生當然都比較沒心機 我們比較不會有心機的去看待對方啊 所以男生還沒有 男生沒有欸 男生總覺得有目的性比較多 好啦我幫你想一個你爸啦 哈哈哈哈 你爸是很善良的 對我爸是善良的 又很無辜又很無奈又很貼心的照顧你這樣子 對我爸是善良的 是 阿果果你家人欸 有沒有特別想要說的人 除了你姐吳宇璇 跟他很熟了 當然就是自己的先生啊 他都會再從旁去幫你看頭看尾這樣子 他也不會管你嗎 所謂管是哪一方面 就是唸東唸西 比如說你下班還在做烘焙 或者是家裡 不會欸 我們是屬於那種 互相自由狀態的一個關係 就是他不會互相管對方啦 對啊 就很開放 對可能也跟星座也有關係 然後小孩也很自由 小孩也很自由 全家都很自由 那你講到你原本在扛家祭啊 是你嗎 蛤 誰在扛家祭 你先生扛家祭啊 喔 對 所以你還可以賺錢自己花 賺錢自己花啊 自己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啊 那你過得還不錯啊 讓對象選得不錯 不錯 你這個女閨蜜來看他先生 還可以啊 不錯啊 顏值也夠 但是我們小君也快要有對象了 馬上就要公開了是不是 那期待 祝福你們兩個的烘焙資料很順利 謝謝 謝謝主持人